美国加州连续三年严重干旱 辞济圣迪马斯人文学校 举办家长座谈会的时候 志工就分享了节水的经验 圣迪马斯人文学校座谈 身为校长 同时也是辞济志工的徐群生 分享节水方法 徐群生把厨房的水管稍作修改 让厨房用过的水可以回收 作为院子浇花使用 省去了提水费力的浇花方式 也让资源再利用 那环保不是只有环保回收 那只是已经到最后一个阶段了 那平常应该我们要思考 如何能够节约 所谓的能源跟水资源 今年美国最大水库 内华达州的湖佛水坝 水位创下历史新低 加州连三年的干旱 高速公路上的电子看板 还写着请帮忙节水 政府已经在宣导 要大家节约用水 节约平常的用水 10%以上 慢慢相信这个规定会提升到 20% 25% 30%都有可能 座谈提供交流的平台 透过老师跟志工的分享 让家长了解人文学校不只教中文 还有实际的生活教育 大夜新闻真正美志工 蔡素娟 冯云丈 美国报道